在古装剧中,很多明星的头饰都非常的有看点,除了那些戴上奇葩头饰的女明星之外,古装戏中还有被造型师眷顾的女星,头上戴的都是十分好看的鲜花,比如说正在热播的如意准。 其中除了海兰小天使是高颜值美女之外,还有一位真正的美女没有上线,就是《环珠格》中的香辉,在《如意传》中是李庆扮演的韩香剑,她头上戴的应该是菊花。 说起宫斗戏,怎么能忘了杨幂的成名之作《宫缩新语》?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剧了,造型和发誓自然比不了现代的精致,杨幂在剧中是演秦川,她头上戴的应该是母的吧? 同样也演过宫廷剧的还有郑爽,她在寂寞空庭春日晚中饰演琳琅,皇帝深爱的女子,清冷气质出众,而她的性格也像头上戴的枝子花一样欣人心脾,让人难以忘怀。 要说经典的古装角色,刘诗诗的马尔泰若曦可以算是其中一员,步步惊心也是刘诗诗的成名之作,若曦头上戴的不像玫瑰花,更像是一朵月季,要说戴的最好看最仙气的应该是神仙姐姐刘亦菲了。 在神雕霞宇之中,刘亦菲一袭白衣本就已经仙气飘飘了,但是戴上满天星的花环也是十分的好看。 前面几位古装美女头上的鲜花都知道是什么,唯独秦兰蔓延的复查荣音,头上戴的是什么花? 小编至今没有看出来,除了暗路,文员小熊逃娱乐,金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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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